严嵩,他在历史上被许多人痛斥唾弃,他是明朝公认的最阴险的宰相之一,从一个出入仕途的年轻秀才,却能够长期掌控朝政,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谜,为何他会突然失去权力,最终沦落到街头讨生活,要从严嵩和江西一位不知名的小秀才说起。 严嵩出生在一个普通县城家庭,从小展现出非凡的才智,9岁就开始在学堂读书,凭借出色成绩,19岁变成了秀才,对于一个普通出身的年轻人来说,这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,然而,严嵩并不止步于此,年轻时就怀揣着做官大业的雄心壮志,当时正殖民孝宗在位,天下太平,严嵩想利用这个好时机在科举考试上努力, 等待时机试一时,前往京城参加会试,争取在师徒上有所作为,然而,命运的变故却使他的美好计划受挫,在严嵩,致在科场大战宏图之时,母亲不禁过世,这一打击让他备受煎熬,直接导致他放弃了师徒,隐居了将近十年,十年后的严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积极向上的年轻人,母亲去世给他带来沉重的心灵创伤,这些年颓废的生活, 也耗尽了他大部分的朝气,然而就在此时,一个重要人物的出现改变了严嵩的命运轨迹,在大学士杨廷和的多次邀请下,严嵩终于抛下多年的颓废生活,奔赴京城, 重返朝堂的严嵩,心境已不再像以往那般乐观坚定,母亲的离世和多年的隐居生活仍然营绕在他心头,再加上长期为涉足朝政,使得他对郑武一感觉陌生,不久复之的他便卷入宁王之乱的波涛之中, 作为外朝官员,严嵩权力有限,皇帝也未曾重用他,只能眼睁睁看着朝廷混乱,却无法施展手脚,这种束手无策的挫折,使他备受煎熬,再次决定离开政坛,返回故乡隐居, 这一次的失败,对他的心灵创伤远比十年前更为沉重,原本怀揣为国家尽职的美好愿景,重返朝堂,然而现实的残酷打击让他狼狈不堪,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和判断,对未来的政治前景感到绝望,三年后,当严嵩感到自己将被政治世界彻底抛弃之时,第三次机会来临新登记的嘉靖皇帝亲自邀请他,面对嘉靖皇帝的邀请, 严嵩这次没有推辞,经历两次失败的沉重打击后,他明白这或许是最后的机会,眼见朝中,嘉靖刚刚登基,权力尚未巩固,急需人才来稳固统治,严嵩深知,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,必须牢牢把握,因此,严嵩心中那份渴望做出一番事业的决心,再度萌发,他下定决心,不再做被动挨打的局外人,要全力以赴, 在朝堂上争取一席之地,实现这多年未实现的政治报复,未实现自己的报复,严嵩不拘那些所谓道德准则,他竭力取悦嘉靖,始终遵循皇帝的各种仪式,即使招致其他重臣的反对也毫不在意,严嵩认识道,唯有赢得嘉靖信任和宠幸,他才有机会登上权力之巅, 这种卖力奉承的策略居然奏效,很快严嵩就在嘉靖那里牢牢站稳了脚跟,在短短几年内,他就顺利晋升为兵部又侍郎,接着又晋升为尚书,逐渐接近权力核心,当获得皇帝的信任后,严嵩才真正掌握了影响朝政的实权, 他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尚不牢固,不满足于此,开始清除可能成为政治对手的人,所有曾经指责过他的官员一个也逃不脱,严嵩残酷打击一击的手段震慑了整个朝堂,再也没有人敢公开与他对立,同时,严嵩充分利用了嘉靖对迷信的嗜好,借口修剪礼仪场所,翻新皇家园林,其间大肆搜刮财富,这些巨额财富不仅让他的私苦充盈, 也让嘉靖更加依赖他,通过这些综合运策略,严嵩终于如愿以偿,被正式任命为内阁首府大学士,拥有高于六部的最高权力,距离他首次进京仅过去十年的时间,在权势之后,严嵩的野心和贪婪性格变得更加显露,他偏袒亲信,极力提拔他们,让自家人控制朝政核心,严嵩还率先开启了官职买卖的风气,只要出钱, 任何职位都能得手,最终,他的儿子严世帆也被提拔为东阁大学士,父子二人分别掌握着朝政大权,被人戏称为大宰相和小宰相,在严嵩父子执掌权力期间,腐败现象愈演愈烈, 唯利是图的用人标准导致许多贪官得以晋升至重要职位,严嵩父子自己也不遗余力地敛财,甚至公开炫耀严世帆的私人财富超过国库,这种公然的腐败和挥霍引起了人们对严嵩父子的强烈不满,然而严嵩手中的权力无人能够制衡,当时朝野间都不敢多言,严嵩父子全清朝野,统治朝堂长达二十多年, 当时严嵩已步入古兮之年,体力逐渐不支,开始将更多权力交给儿子严世帆,严世帆比父亲更为残忍,专横,加至极端贪婪,引发了民众对他们家族的愤怒,然而,一场看似不重要的意外事件成为了推倒严世父子的最后一根稻草,徐杰请来一位神秘高人为家境占卜,这位高人在徐杰的支持下,当着皇帝面痛斥严嵩父子, 为朝廷奸宁,称赞徐杰等人为忠臣,家境深受迷信,深信高人言论,导致众多大臣积怨涌动,纷纷指责严世父子的罪行,面对连续的攻击,家境逐渐表现出疏远的态度,朝臣们察觉到皇帝的心思有所变化,这位摆脱严嵩提供了绝佳的机会,为了维护家境的名誉,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更受人指责的小宰相严世帆身上, 尽管家境内心或许还对严嵩有所偏袒,但在这种情况下,他只能下令处决严世帆并立即置信,在大臣们的请求下,严嵩被迫退休,被皇帝派遣回老家度过余生, 从此之后,严嵩在朝堂上二十多年的荣耀时光宣告结束,他曾在全力巅峰创造奇迹,然而转瞬间又跌入了无底深渊,回到老家的严嵩,生活状况极为凄凉,一无所有,比他沦落时还要惨淡,他之前积攒的财富被没收,严世帆也在监狱里丧生,习惯了多年奢华生活的他,连最基本的自理能力都已丧失, 无法支付医疗费用,健康每况愈下,藏经高高在上的他,如今却沦落至刑际为生的悲惨境地,严嵩手捧一个金波在村里刑起,却无人施舍,最终在街头离世,临终之际,甚至没有棺材盖葬,也无人前来送别,或许有人会认为,这便是严嵩应得的报应,当他全清朝野之时,残害了诸多忠良之事,贪婪搜刮,罪孽深重,数不胜数, 严嵩终其一生,展现出全,谋高超的一面,也经历了官场的坎坷艰辛,在我们批评其恶行之时,不要忽视他刚踏入官场时的纯真,这份纯真也许是每位出他社会,怀揣梦想的年轻人所共有的宝贵品质,然而,即便如此,当人们看到这位昔日奸相痛苦地挣扎在泥泞中,或许心中仍会涌起一丝怜悯之情,毕竟,他曾是一个怀揣理想和抱负, 努力拼搏的青年,只是在患途曲折中迷失了自我,最终走向了这样的结局,严嵩这个人,一生都是权谋的典范,也揭示了官场的险恶,在指责他被奸邪之时,也不应忘记他出入仕途时的初心,这份初心,或许是每个步入社会,怀抱雄心壮志的年轻人,所曾怀有过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